快烫 快烫 见人家一生 把眼睛睁开 把眼睛睁开 我掐你了 怎么回事 你们李不言真的有一套 我跟你讲 神外三子我们来了 我们的神外三子 你们有感觉 今天有希望可以去健身吗 担心胖 胖五十斤回去 有希望我觉得 好了吗 病室血差不多了吧 还没完全行吗 病人物 那个二床那个病人物 还没找到他 不是 你的情况我还跟你说 刚又跟护士长确认一下 你今天任务有点重大 就是什么呢 今天的二十五床跟三十一床 有变动的病人都是你的 我先去拿个病 然后看看他的以前的事情吧 我发给你 这看老师我们好像还没加微信 加一个 打上送送车了 赶紧多加 快搭呀 送车快 好 那行 我等一下 我看个病 我那个疏忽病 我再看一眼 把眼睛睁开 把眼睛睁开 我掐你了 怎么回事 你们李不言真的有一套 我跟你讲 这几个小时就稍微多喊他一点 你今晚一个小时喊一次好吧 你轻呼一下 还是要吃蛋和肉好不好 豆腐也可以 一定要多吃好吧 多吃点啊 蛋白质吃的不长胖的没关系 好吧 我们现在下去对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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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那么后面我们要谈话的主要注意这三部分 第一个是树中的风险 也就是这个A这一栏 其实常规的模板差不多 无意的树中是把破裂也大克思琴 第一条可以递 你们家李不言 你们家李不言 这些 突然醒了 黑进来了 来 你挂号单搁一下 对 试试怎么不舒服 好的 好的 我现在给你看看 我现在借你别的地方放松 肚皮完全让它软下来 不要用力 这里都不痛 我们这边是这边吗 你到那个住院部17楼那边 你就说你找刘医生 我跟他打过电话了 好的 好 现在去看看 谢谢啊 完全跟着 你自己也感觉得出来 但是我要看检查结果 见人家一生 我的妈呀 就热死现场 真的是 来 手机查一下 有没有 有 没事 好 那先到这查好了 又再来 好了 谢谢 偷瞄 我好慌 你们体查会比我们复杂啊 神经 我感觉你们神经的话 会有一些小扯特要靠一下 我的锤子在里面 你们就得跟茶房一样 查一套了 对啊 您是相应的嘛 你说他发现片子上想到有点问题 什么工具来查一下 站起来 走两步 你们是不是都这样 站起来 走两步看看 没病 走两步 因为他们考完了 对 所以他们就完全可以开玩笑 然后那天他把那个体查表 从头到尾全部查了一遍 我就是我遇到过 最后问问题的病人 我怀疑他是看过教科书来 问问题的 好嘴 怎么了 对 差不多他自己是个皮肤科医生 哦 那就难怪了 好家伙来当考官呢 就是 我的天呐 我们这不是温诊呀 这是考试 我们这是面试呀 来来来 咱们讨论一下谁的更好 那就在张恰和红尘之间讨论吧 作为李副妍的粉丝团团长 你是怎么快放弃了吗 我是冷静的 我是冷静的 真的 冷静客观地说他 他确实 这里头我觉得其实就是 临床经验的问题 他 哦 我们三个都这样想着不能丢脸 这丢自己脸没关系 不能丢自己老师啊学校的脸 这一点是有时候真的是被骂无所谓 就是确实学到的东西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 今天考试呢确实有点小尴尬 人总在某一个阶段犯错最多 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候 收获最多的时候 对 哇那李不言未来的收获真多 有机会有机会 哎呀有机会了